接下来也是和单车有关的报导 我们要带您到历史悠久的德国古城纽伦堡 当地有一场单车特技比赛 越野单车在古一盎然的街道 标速耍特技腾空飞是什么样的景象 一起去看看 优美的古堡 偌大的广场 高雄陡峭的跑道 这里就是进行单车特技比赛的地点 德国纽伦堡 单车特技员从两层楼高一跃而下 在他们眼里 重力似乎成了最好的动力 骑着脚踏车穿梭在街道 腾空翻滚 转身 跳跃 在地板与空中来回展现酷炫特技 令人嘖嘖称奇 狠狠的地板与空翻滚 在14世纪建造的纽伦堡地标 圣母教堂前挑战极限 来自加拿大的世界级单车选手 布兰登西门努克法德头筹 约伦堡是非常历史的 城堡下跌下大圣堡 像大圣堡 这就是狠狠的场合 蔚蓝的天空映着辉煌的建筑 一次天空上头的赛事就起落幕 整个比赛在颁奖仪式和群众的欢呼声中 画下美丽居点 等等 还不够看吗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位波兰选手 格杰克的花式演出